孔雀冥王 本尊 我们今天利用下午时间段 给大家传一个孔雀冥王本尊法 因为来内同修很多 对什么是本尊 为什么要修本尊 怎么修本尊 有一些是第一次接触 所以我们前面有一段 就是讲解 说明 后面我们一个时间段 就领着大家供修一次 修学佛法 不要玩佛法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佛教信众 大家很可惜 为什么可惜 人家以前是说佛法难闻 没有听闻佛法 那没有这个福报也就算了 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听闻佛法 并且很多人拿出很多的时间 来拥护佛法 但是没有深入金藏 没有真正的深入到 释迪迦牟尼的教法中间去 那耽误了此一生 所以这个实在让人感到不值 什么叫不值 就是你付出的和你所得的 是不是一个等值的 那么释迦牟尼在他活着的时候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成果是他老人家交出了很多寄生成就的成就者 那这包括了很多成就的阿罗汉 成就的菩萨 那这些阿罗汉和菩萨他们成就了之后 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 所以我们看历史 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是活着成就的 明确成就了之后还活了很长时间 和释迦牟尼一起 在遍布整个的 这个印度周围的区域在传法立生 那么今天我们的佛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真正是不像样子 什么叫不像样子 叫末法时期 挟持说法如横河沙中 那么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大部分都认为 我们就是只是会叩头 只是会烧香 只是会拜拜 这是不是佛法 严格来讲 今天你们拜的很多佛菩萨 都还不是佛菩萨 是邪门外道的一些动物精怪附体 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次我发心要传孔雀明王 这个本尊法的原因 但最近一段时间老师特别忙 最多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降头 然后还有呢 帮着大家驱除妖魔鬼怪 很多虔诚的心中 被邪灵附体 那么被一些家里用香火供着的动物精怪 然后脑乱自己的家庭 扰害自己的家庭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 佛堂上供的观音菩萨 供的各路的护法 都是邪魔外道 甚至有些人还躺着黄着说 老师我开过光了 我找某某某大和尚开的光 那这个就是就更可惜了 那么现在在开光界几乎是什么 几乎都是叫撒净 用大杯水啊 这个供的大杯水啊 什么撒撒净 在这个佛像上撒撒净 这一撒净就说开光了 开光是什么意思 开光我们要供孔雀明王 这是一个金属或者是木头 或者陶瓷做的一个像 它是始祖的一个后天的一个物 那么你需要把孔雀明王的 在法界真实存在着 孔雀明王 不是你们以为幻想 你们现在学西方文化 受西方文化毒害以后 你们以为东方 或者是古圣先贤 告诉我们的这些四圣众 都是幻想出来的 为什么 你们知道圣诞老人 这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几乎全球 到圣诞节都为他疯狂 所以你们就认为 观音 孔雀明王 这些释迦牟尼佛 这些都是大家幻想出来的 捏造出来的 这就是你们从西方 学到的这种 微像文化 就是你以为是幻想 假象就可以做实相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错了 真的就是真的 没有就是没有 那么这些师父们 孔雀明王也好 药师佛也好 释迦牟尼也好 那么还有这个 我们很多修成的诸佛菩萨 圣者们也好 包括阿罗汉 实际上他们是获得永生身 什么叫永生身 也就是他不死 他永远不会死 他离开我们世间的时候 他就不是死之离开 这个在传统的圣人教育中 他称为死而不亡者受 我们叫受者相 受者相就是真正死了 他没有消亡还存在 那他没有消亡 他就有一个身体在 所以这个身体呢 叫抱身 所以我们叫抱身如来 抱身佛 那么菩萨修成了不死之后 是有一个抱身 阿罗汉他修成了不死 他有一个抱身 那这个叫什么 叫静色身 在密法里面 他叫戏身 我们现在的这个 人的身体叫粗的身体 叫粗浊身 他那个叫静细身 叫静色身 那么他们生活在哪个空间呢 所以是在佛经上告诉我们 在色界十八重天之上 有一个圣居天 它不属于这个天界的 它是属于净土世界 圣居世界 所有的圣贤成就了以后 静色身以后 安住在那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就像我们的地球一样 那么真实有这样一个世界 那么大家知道地球上有美国 有新加坡 有英国 有中国 很多国家 那么在那个静色居的世界中 圣者在那里都有自己的世界 当我上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距离特别遥远 一个世界跟另一个世界的距离特别遥远 那我就请教过我的师父 雄臣锦教授 我说师父 这个上去以后一片光明 然后看到的世界很美好 但是看不到人 什么都看不到 师父说 那你这个还没到地 还没真正的功夫到 等你功夫到的时候 你的速度很快 那你就从一个国到另一个国家 就很近了 到诸佛净土 瞬间就可以去了 说还要下功夫 所以那个世界无量广大 不像我们这个城市这么拥挤 那么大家要知道 要修真的 你这么信奉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 那希望做他的好学生 做什么样的好学生呢 最好的学生就是 把老师教给的功课做好 考出一个好成绩来 然后给老师看 这是我们古人说 五日三行五身 其中一个反省就是 传不喜乎 什么叫传不喜乎 我从老师学到东西的 我从师父学到东西 我有练习吗 我有复习吗 我有熟练吗 所以传不喜乎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要问自己的 最近老师教了本身法 我练了吗 我掌握了吗 我已经熟练了吗 所以说我们只有不停地复习 练习 达到熟练的水平 你才能去应用 所以说我们要做释迦牟尼的好学生 那么做出成果来 给他老人家看 那么什么才是成果 发报画三身成就 也就是说他教你 无非就是要教你究竟成佛 因为你原本有佛种 结果你带着这个佛种 然后去变成凡夫的一个堕落 六道凡夫的一个堕落 这个他老人家特别心疼 那么他就教给我们很多的技术方法 并且根据什么 创造了这个技术方法的理论 理论依据也告诉我们 这就是我们佛法 佛门中重要的理法 理法 就是理事理论 也就是经 法是技术方法 英语叫technology 所以在释迦牟尼涅盘的时候 他的弟子很悲痛 但是有人赶紧叫欧奈说 你赶紧齐请问师父 问释迦牟尼 那他走以后 我们依什么而修 释迦牟尼留下了四依法 其中一个就是要依法不依人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找那个technology 你要找一生成佛的技术方法 那这些技术方法记载在哪里 他说 依了易经不依不了易经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 有经有法 但是我们今天 佛法界到末法时期 学师说法如横河沙众 我们看到的只有经没有technology 没有技术方法 所以大家要清醒明白的 醒过来 觉醒过来 寻求这个法 而不是一亿个人 我是谁谁谁的故意弟子 你是谁的都不是 你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是如来 你应该成就自己的如来 把自己的如来种 让它开花结果 自己成就如来身 活着成就 不能死了成就 所以是 你即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也是活着的时候 就去了极乐世界 不是死了以后去 如果你活着都不能去 你死了 做鬼肯定不能去 做人你都去不了 做鬼你怎么去得了 所以到底去西方极乐的是谁 不是我们的肉身 肉身烧了 埋了 那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身 身体里的身 当我们死的时候 不修不练的人 纯阴为鬼 所以是 那么你就堕落到什么 这个六道轮回中去了 是黑色身 是比现在的粗着身 还臭不可闻的 鬼身 肮脏的鬼身 所以我们不修行 死后你会变成什么 大家知道 人死之后变鬼 到了鬼这个层次 你才去阎王殿 去转轮殿 然后去完成六道轮回 那么 纯阳 纯阳体 在我们传统讲的 纯阳体 就不如轨道 因为阎王不收你 纯阳体就变成什么 变成静色身 这在秘法中 静色身是这样的一个身体 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静色身 你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你不能做鬼身去往生极乐世界 太重 飞不上去 所以是 那么我们修炼 在真正的 实修实证派中 无论你是哪门哪派 无论你是藏密 无论你是东密 你还是大圣 你还是小圣 实际都干一件事 就是修身为本 古人强调的 自天子 一致以俗民 一事以 修身为本 修的什么神 修 从粗着身中 修出一个静色身 当然也有很多人 不修静色身 修什么 修着重神 做恶多丹的人 他怕自己不能下地狱 他怕自己不能去出生道 他怕自己不能去恶鬼道 就拼命地给身体制造恶业 制造黑气 制造业障 使自己剁得更深 所以有些人 所以有些人他做恶多丹 他就生怕自己不能堕三恶徒 他很想去 所以大家说 我不修不正会怎么样 不修不正就是这个结果 不修不炼就是这个结果 那你信仰佛陀 理尽佛陀 有用吗 我只是信有用吗 没用 因为你没使这个身体的里面的物质发生改变 你没有真正的修身 你只是在修心 你没有修身 修身为本 就是要使这个身变得清香 变得透明 变得清清 最后变成镜色身 然后镜色身跟我们的着重身有什么区别 就是死的时候它是不同的 死的时候镜色身 人家从躯壳中出来以后 是变成一个透明体 然后 有大部分透明 有一些地方不透明 它就去了天界了 一半透明 一半不透明 它就去了人道了 那么纯不透明 就变成阴了 纯阴了 那就为鬼 然后为恶鬼到众生 为地狱到众生 染杂多 透明少的 为畜生到众生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一切的不是圣者设了一个六道空间给你们 是你们自己就那么个能耐 就那么个本事 所以你最后死的时候 你只有去那样的空间才适合你 才配你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天子一至于疏人 以事 以修身为本 也就是在座的各位 不管你当多大的官 你们中间有的官大得很 政府的公园 不管你有多少钱 你们中间有很多富豪 当然我们也有地位北贱的 你是清洁工 你是普通的工人 也有穷人 实际上没所谓 我们只要懂得以修身为本 我们就是平等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过去的因果福报一个展现 它不代表你的未来有多尊贵 未来的尊贵是今生修和炼的结果 所以一个聪明人 是比较有智慧的人 都是选择实修实练实证 没有智慧的 瞎胡闹的 混着 把人生当一场戏 当混着的 就不在乎 不修不练 做一大凡夫 死后 去了六道继续生死轮回 所以释迦牟尼在经中特别强调 一个好的佛门弟子 他在此生 最重要的是以物 要再于物也 就是要修这个物 这个物是什么 物就是你的肉体 肉体里的心肝脾肾肺 肉体里的骨 肉体里的细胞 使它什么 使它变得 从粗拙变成静细 说伟大于其细严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小 你要小 见小月明 小小到什么程度 小到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去修 小到一个量子光点中去修 这才是叫明心见性 这叫大明忠实 六咬皆阳 你身体颅脑腔两个咬 胸腔两道咬 下腹腔两道咬 如果变成纯阴 都是阴阳 而不是阳阳 你就变为鬼了 如果都变成纯阳 那你就变成纯阳体 你就成阿罗汉 不死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好玩的 不要只做一个信信信 我们为什么要开本尊法 就是要大家知道 我们佛法是在此生成就的 我们既然这么虔诚的信佛 做佛门弟子 做佛门的信众 这么虔诚 把自己的财产拿去布施 践踏寺 摘僧 参加法会 普渡众生 但是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事业部佛法 也就是说你连佛法的门还没入 只是在外面 佛门外面在仰望着佛法 仰望着大成就者的成果 自己还没进门来实修实证 所以从实修实证意义上 我们把佛法封成四部佛法 一部佛法叫事业部佛法 一部叫行部佛法 一部是瑜伽部佛法 一部是无上瑜伽部佛法 那么我们此生究竟的目的 目标很简单 你跟我的目标 都以释迦牟尼为导师 为模范 为榜样 他成了什么 我们要成什么 所以释迦牟尼在法华经中告诉我们 只有一佛圣 没有两圣佛法 三圣佛法 如果你只求一个阿罗汉成就 还是一个佛门外道 佛门里的外道 所以你应该只求一佛圣 自己成佛 跟释迦牟尼一样 自己去成佛 成菩萨都还不能做究竟 菩萨是成佛的一个必经之地 必经之果 不是究竟果 究竟果就是我们要成佛 什么时间成佛 尽此以保身 祭此肉身 为最后一身而成就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交出的大菩萨 成就的大菩萨 成就的大阿罗汉 大家熟悉的目见莲 舍离佛 威摩基局史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等诸大菩萨 你们看佛经 释迦牟尼讲经的时候 他们都以肉身在那听经 不是以空行身在听经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肉身 在那个时代是活着的 今天我们把这种活着的菩萨 称为法王 在中国称为活神仙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要清醒明白 知道今生要做这件事情 那做这件事情就不能完 因为我们的时间太够用了 我们一不小心 一年一年就这么跑过去了 看一看自己五六十岁了 再没有多少天活头了 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说我们把人生 什么事情做最重要的 修炼佛法 实证佛法 成就佛法 成就佛果 佛果很简单 就是在你的抱身上 见成就 你的抱身有没有改变 别人坐在你身边 还是臭不可闻 还是开始有清香的气透出来 自己看自己的肉色 还是那么灰了巴基 黑了巴基 还是透明了 还是透亮了 这就是成就 自己走路越来越重了 还是越来越轻了 轻轻者上升为天 着重者下降为敌 古代人在死的时候 遇知时日 知道自己什么时间死 无疾而终 寿终正前 我们今天 全部是到老年 拖不动自己的脚 腰三被疼着死去 这就是业障现前 大部分都去了三恶道 很可惜 因为着重者下降 到地的下面去了 地狱 恶鬼都在地下生活着 很多的畜生到的 都在土下面生活着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好玩 那么刚才提到的 四婆法法 我们今天在显宗 大圣佛教这个系统 无论台湾为代表的 还是中国大陆为代表 还是你们南洋为代表的 大圣佛教中 几乎失去了禅修法 大家都不在那禅修 只是念一句佛而已 这是什么 这就是自杀 这就是浪费时间 如果不修止观 不修记者 不使自己的真心出来 一假一切假 你用自己的大脑 用逻辑思维 调理思维 用自己的八识来修佛法 一假一切假 最后修到都是空的 没有东西的 这是修大圣 能不能成就 能成就 但是你要从自己 把自己的第九真心 阿玛罗史给激活出来 在自己的真心中修 念佛要念念入心 这个心不是你的意识心 是你的真心 你连真心在哪都不知道 你何以修 修成佛法呢 你不是修的世间法 你念了多少佛号 喊破喉咙也枉然 没听祖师大大这样告诉你们吗 所以大圣佛教 我们今天很难看到殊胜的教法 至少我在寻遍 现在世界各国 在大圣佛法中 没有看到这样的教法 因为既成显教 他就不要秘密的传 他一定是公开的传 但是没有这个教法 所以说我们就感叹 真的 释迦牟尼没有骗我们 末法时期 学师说法 如横河沙中 表面上佛法兴亡 实际上邪魔外道 窃夺了佛法的显宗传法权 让大家浪费此生 浪费光阴 使你们一生没有成就 天天念着佛 最后堕落三恶道 根本就没有去到净土 所以是这个净空老和尚也说 现在念佛法门也不行 为什么 这个十万中念佛 一两个瞎猫子碰死耗子 去了极乐世界了 大部分人都是去不了的 所以我们心疼 心疼 然后小圣佛教 小圣佛教 他还修身 他还重视呼吸法 重视一些止观法 但是他因为没有明了 肉身可以成圣 没有明了 这个要成佛果 大部分是以阿罗汉 获得阿罗汉果为究竟 那这就变成了法华经所说的 佛门的外道 这是严重的偏离 释迦牟尼在世时的教法 所以大家也记住 你们现在很多人去泰国寺院 去斯利兰卡小圣寺院 去什么 去打佛期 短期出家一个月 好不好 好 只要你今生不想成佛 你就去玩 去胡闹 总比你出去 不在寺院里修 然后去修贪嗔痴痴好 你不在寺院里 你就修贪嗔痴一脉 你在寺院里 还修六根精进 这个好 从这个意义上好 只要你不想成佛 你就去瞎胡闹 这样瞎胡闹下去 那么 累积到三大阿僧七节 有希望成佛 此生没有希望 此生要成就的人 你们真要实修实干 显密圆通 既修显教的方法 是自己懂得要出离六道轮回 升起出离心 又要发起大菩提心 普度有缘众生 度如母众生 这是从显教中 大量的经典 帮助我们完成的 那么密 密是什么 密是就像我们盖楼 有一个图纸 我们每天 在这个大楼上 砌上几块砖 砌着砌着 就终有一天 我们的大楼被我们盖成了 这就是成果 修密 能看到你的成果在什么地方 你盖到二楼了 你还是盖到三楼了 还是盖到八楼了 还是盖到十八楼了 这个成果是真的 是能够看的 所以在密法中叫见验 见验是什么 就像实验成果一样 它有一个成果出来 有个成果出来 而不是有什么 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只是虚假的 没有报告 没有实验结果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今天 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 要立下 祭祀肉身成佛 祭身成佛 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修 显密远通 这个密 还不能光 局限于是藏密 还是东密 就是一切的密 包括显中也有密 禅宗里面 天台止观 天台止观就是密 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修 三止三观 然后祭祀而圣观 生起的一个无我的 无为法中的圣观 三世诸佛都以无为法而成就 都以无为法而有差异 所以你不懂得 你不懂得记止 你就不能进去圣观 你不懂得记止 你就不能破掉八十的障碍 而进去第九真实中修炼 这是显宗的密 这是天台宗 也是禅宗的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显密远通 不是说到这儿 大家就跑到藏传佛教里去修 跑到这个东密日本那儿去找法 不是 我们显教里面的止观法 天台止观本身就是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显密远通 不是说你一定要跑到一个藏传佛密里面 去找一个什么上师来修 那么今天的藏传佛教 东密这个传法的佛法 经历了这么几千年的变化 大家也很难找到一个 真正法脉传承完整 理发都完整的教法 所以基本上 也是跟着去敲锣打鼓做仪轨 这个方法好不好 好 你只要不想一生成就 继续玩 还是那句话 你要想一生成就 来不及 来不及怎么办 求真正有绝法的 我们叫翘绝部的师父们 求给翘绝 别人修十年 我修一个月就能有成就 这就是翘绝部 所以在我们密法中 有心部 戒部 翘绝部 从这个三部去修 然后就直接 我们叫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这是心部 就是你的心在哪 直接指示 那就是你的心 然后内世界是怎么一个世界 外世界是怎么个世界 这叫戒部 让你了解内外两重大天机 然后再给你翘绝 让你去进入心部 让你去进入内外天地人 外天地人 内天地人 去和里面的神明 里面的圣者打交道 那么有这个窍觉 就可以快速成就 六祖慧能大师 正是从五祖忍大师那里得的窍觉 所以他用了十五年 就练成肉身菩萨了 就成就了 才出来传法 做祖师传法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今天要学佛 要认识目前的乱象 和找到真正的 要采用的方法 刚才说事业部佛法 基本就是烧香 拜佛 上供 摆鲜花 摆八吉祥 各种各样的供品来供养礼敬 扣大头 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事业部佛法 这其中包括参加各种法会 那么是什么 是向外求所有的成就者 诸佛菩萨来加持我们 来帮助我们 用这种方法来提醒 请外面的成就者来帮助我们 这是什么 这都是事业部的佛法 道行部方法修什么 道行部佛法的时候 要修诸佛菩萨心咒的护轮 护轮 百字明也有护轮 那么孔雀明王也有护轮 然后观音菩萨也有护轮 所有的诸佛菩萨的心咒都是护轮 护是保护 轮是一个求行的 三百六十度的一个元体 为什么要修这个护轮 我们人的心部是一个明点 这个叫不死的明点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 这个不死的明点是 父母未生你前在法界的一个 就是一个实相的法界物 就是一个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的一个法体 后来染了富和母的DNA之后 然后因为量子的纠缠 你才有了六道身 这就是六道众生都是以DNA 作为基因密码 而成就了各自的不同的色身 六道众生都有色身 只是有些可见 有些不可见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我们怎么样在此生 能够摆脱无始节生死轮怀 或者是八世父母 给我们带来的DNA的纠缠 诸佛菩萨慈悲 那么你如果能够将 诸佛菩萨的心咒护轮 护到自己的明点 不死明点外围 做了一层金刚结界 护持自己的不死明点 不受外在的DNA纠缠 所有的业力网的缠附 那么在我们此生结束的时候 这个护轮就可以护着你 不入六道轮回 不只是不去三合道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不死的解脱 因为你杜绝了死的纠缠 那么你就用这个护轮护入自己 祈求本尊的加持 然后你就解脱了 这个叫中阴里的解脱密法 所以到情部已经开始要用诸佛菩萨的心咒 种子字和心咒入心 护持自己的不死明点 然后什么时间护持 你活着的时候不停地熏修 你不停地熏修 所以持咒要入心 入哪个心 入你那个不死明点心 不是入你的大脑 说我想送咒 我就在送咒 你送的空往 喊破喉咙也往言 因为你没有入心 因为你不知道心在哪里 我们的心在哪里 心近虚空变法界 到处都是 没有一个地方 不在内不在外 也在内也在外 那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怎么能够修这个心呢 你抓捞不着啊 到处都是 你拿哪一个 就像空气一样 你抓捞不着 是不是 这个古圣先贤都告诉我们 既然抓不着 我们就安个心 借甲修真 甲立个心 甲立这个心 立在哪里 很简单 为天地立个心 为声明 这个请命 为天地立心 立在哪里 既然你要立 就以你为中心的距离 但立在你的身体 如果立偏了 立在太上了不行 立在太下了不行 立在太前了不行 立在太后了不行 太左太右也不行 所以我们就找一个身体内的中去安立 这就是中道性 这就是所有的祖师们教给我们的 先安立中道 叫黄中 叫礼中 所以是在中道里面安立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正中 在哪里 在胸膏膜下面脾胃的中间 有一个中空一点 刚好那个地方就是中央点 中央点 不前也不后 不上也不下 在我们人体内是个中 在我们的内天地里面是个中 那么自然外天地 近虚空变法界 就变成了个中 说修行人要知道 神宇宙的中心在哪里 宇宙的中心 就在这个明点里面 就在你的安立的这个心里面 说我们在密法解界的时候 是以自己的肉身 左右前后来定东西南北 而不是以地球磁场的东西南北 来解界定位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在虚空里面解界 不是在地球磁场里面解界 这就是密法的书生 已经突破了地心的引力 突破了太阳系的书符 银河系的书符 那这就是什么 大家要安立心护轮的时候 是要在自己的黄庭不死明点 那个外层解护轮 护住自己的心明点 不死明点 不动明亡 不受任何实诉的 还有过去式的业力网的禅附 是它做金刚护轮 所以大家要关护轮 这是刑部佛法 在这个护轮的护持下 我们的心是大明的 虽然外面缠附着各种的网 每一式都是一张网 因为由DNA展开 就是一张大幻化网 但是这些大幻化网上的东西 不能作用到你的心里去 你的心不会再迷 觉者佛也 迷者众生也 所以当你离开今生的肉体的时候 你是不会迷的 不迷你就是佛 不迷你就解脱 说在中阴身中解脱的时候 你直接化光 入到法身 这个法界里面去 成就了法身佛 成就了法身如来 但是行部佛法 不能成就 报身成就 它只能护住你的 不死明点 不再入六道轮回 仅此而已 那你是化道化身 不再被动的 跺在六道中轮回 但是你的累世肉身上 携带的东西 灵光没有收出圆满 什么意思 你还得再来 你还得再来 你的任务没有完成 如母众生 和你有缘的入母众生 你没有度化 说在这种前提下 很多活佛 他在出了净法界 不再受六道禅妇的时候 选择乘愿再来 选择新的 不老 也不太年轻的 男女为父母 再次化身人参 来入到这个世界 这就是刑部佛法之秘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迁使法 还有我们的活佛转世法 这个就是将来有机会再教给大家 叫破瓦迁使 但是这个呢 你只修到这个 你没有办法利益大众 你只是不被人家来干扰你 业力不能讨债 你不能够利益大众 和你有缘的众生 你没有度 这不是菩萨的做法 菩萨怎么做 说菩萨要活着 我们这个肉身 要能够发生作用 这就是释迦牟尼教的第三部佛法 叫瑜伽部佛法 瑜伽翻译成中文叫相应 相应 相应是什么 相应就是人家喊你的名字 你答应着 张博生我在这 这相应 所以如果你求必有满愿 这就叫相应 你不只为自己求 你还要为所有的有缘无缘众生求 叫无缘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 那你必须使肉身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但是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无着恶事里面的众生 身体是由粗重的五大组合的 是来自地球的五大 是着众生 所以以着众生来帮助众生 这个叫以盲倒盲 你是个盲人 你想替盲人领路 你不是搞笑吗 你必须使此肉身变成一个静色身 你这个静色身 你才能帮助别人去掉染污 去掉污染 不单在净化别人 还同时使自己的气脉明点产生了净化 把粗浊的众身里面 净化出一个静身体来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本尊相应法 也叫瑜伽部佛法 本尊相应法 是要求我们修空性正见 把自己空退出去 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完全空退之后 把我们的肉身变成诸佛菩萨的化身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请观音菩萨做我的本尊 那我修观音菩萨 我把这个肉身腾空 我把这个房子我不住了 我交给观音菩萨来住 观音菩萨在我的房子里面 行喜增怀诸四法 然后立业以我为中心的周边的 法界所有的众生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语家部相应部佛法 这就十分殊胜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修成本尊之后 你们经常听 有些活佛宣称自己是 文殊菩萨的化身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弥勒菩萨的化身 诸大财神的化身 那实际上如果行家 像我们这种离守行家一听 没错 为什么 他修了这些本尊成就了 那如果你真正得了 本尊成就的最高层次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化身呢 你的肉体不是你了 张补生不是张补生了 张补生是谁 所以你修观音 你张补生的肉体 就是观音的化身 这就好像我们用观音的 用陶瓷做了个观音像 观音像它不能走路 你张补生能走路 这个活着的化身 活化身 只要把自己的主观意识空退了 把肉体开光了 把这个观音菩萨的灵 按进去了 那你就不是观音了吗 对不对 那你跟你按那个观音像 有什么不同 那比那个还殊胜 因为你可以到处走着弘法 观音像只能坐在那儿弘法 他也是观音的化身 所以我们的本尊法是修化身成就法 记住了 在化身成就法的后面的 无上瑜伽部才来修什么 报身成就法 张补生的主观意识 张补生的身口意 在城间大部分都是贪嗔痴义慢 在展现着这种五毒的东西 因为他是个人 但是如果张补生空退了 把自己退出去了 这个货不太好 退货了 不要了 然后换一个产品 换一个软件 换观音菩萨的身口意 他就是大慈大悲 这个时候张补生的肉身就展现着大慈大悲 所以他就是观世音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不再是张补生 三世诸佛皆以无违法而有成就 就是你要真实成就 你要把自己空退 没有你自己 在空性正见里面 借诸佛菩萨的智慧身 入你的肉身 把肉身做成诸佛菩萨的化身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到密宗行者 很多说某某某是文书化身 某某某是弥勒化身 某某某是什么化身 这个正确不正确 正确 但是有一些人是冒名顶替的 有一些真实成就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他必须修本尊成就 否则他就是假冒伪劣 他连个本尊法都没有修成 他说他是观音化身 那是装的 那是台上的戏子 你们知道舞台上经常演戏 对不对 有一部戏就是观音菩萨 有一部戏就是专门演观音菩萨的 那个演员是不是观音菩萨 不是 他是什么 他是戏子 他是演员 这是装的 办的 假的 那么人可不可以真诚观音菩萨呢 可以 把自己 陶也干净了 把自己的灵魂 不要了 让他们退出去了 然后把肉体变成观音的肉体 这就是观音音的化身 那么我们修本尊法的其中的一个殊胜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样修观音菩萨的化身的同时 观音菩萨的智慧尊 也就是在色究竟天上面的这个智慧尊 也就是爆身观音菩萨 它的必须跟你进行一个导线的连接 通道的连接 那么连接这个通道 就是你们人体的中脉线 白丝光脉线 这个光线是像一个极光鼠一样 它可以连通静法界 也就是说谁把这个脉线修出来了 都可以连通静法界 也就是色究竟天 那么众生不修中脉 然后这个天它就连接不上 连接不上空道就没有 诸佛菩萨就不能借光路 来到你的躯壳内 和你相应 如果是修通了这个光道 然后诸佛菩萨 这个瞬间你的光上去以后 神光上去以后 它比普通的光速还要快 这个叫什么 量子纠缠 今天量子科学已经为我们揭秘了 一个光子在这个空间 一个量子在这个空间 另外一个量子放到月球上 这个量子动 那个就动 再放到更高远的银河系 这个动 那个还动 什么时间动 同步动 没有时空的割合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瞬间可以请到观音菩萨 量子纠缠 所以是我们修本尊法实际上用的 现代高科技是量子纠缠 这个速度就是当下就变现 不但等你敲捞打鼓闹腾 那个叫动物精怪附体 你要死一回 然后再起来 再变成假的观音 身上冒着臭气 冒着血腥 那就是动物精怪附体 它要一个过程 我们七情本尊成就的人 当下即是本尊 那么大家到底要修多少个本尊 这个无量诸佛菩萨 光中化佛无数益 化菩萨重益无边 诸佛菩萨本体都是一个体 就是无量光的体 无量光无相无相 若以相求我是人行邪道 若见诸相非相 是见如来 说当你修到如来藏 如来种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没有任何相的 但是没有任何相 万相都是它生成的 万物都是它生成的 这就是如来藏相 那么请问 你真正修成一个本尊之后 你可以成就多少本尊 真正一个本尊 真成就了之后 你可以瞬间变成无量本尊 所以修的时候 练的时候 大家不要砸 修一个就好 不要一会儿修观音 一会儿修要是一会儿修什么 贪多 你只能专修一个 我今天着重传你们 孔雀明王本尊 你就专修这个本尊 专修本尊 能修成功了 再教你怎么去用这个方法 转念 画无量本尊 就很轻松 那你的入身就变成了诸佛菩萨的净谱 变成了诸佛菩萨的化身 你一会儿可以是观音 一会儿是药师佛 一会儿是什么 甚至你在无为状态下 众生心中期盼着哪一尊佛 人家看你就是哪一尊佛 有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心中都期盼着不同的佛菩萨 有的人是期盼着求观音 有的求钥匙 有的求阿弥陀佛 有的求大师智 所有的诸佛菩萨 一百个人 每一个人求一个 但是只有你一个在传法 这些人静观 观静色身的时候 发现你就是观音 你就是阿弥陀佛 你就是文书 你就是普贤 这叫什么 当以什么身而度之的时候 化现什么身而度化之 这个时候你就陷阻了佛像 这个叫佛光普照 不用你装了 不用说我显现 这个时候叫自相本尊 自信本尊成就 最后成就的是这样的一个本尊 这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本尊法上面是 无上瑜伽部 瑜伽部修成了之后 是无上瑜伽部 无上瑜伽部修的是自信尊 自信尊是什么 自信尊是在本尊的加持力下 你的肉身已经完全变成静色身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自信的不动如来 在法界展现的一个像 是你今生的肉体像 也就是把你今生的肉体 做了一个模具 来在法界的静色界 成就了一个报身国 你自己有一个秘延净土了 你自己有一个不死的世界了 那么和你有缘的众生 可以因为你因你的愿力 而到你的国度 受你的庇护 受你的教化 而究竟成佛了 这是什么 进入佛法的实证 叫生起 圆满是你自信 你自体成佛了 今生你肉身成圣了 那这是什么 这个叫自信本尊 是你的自信尊 是你的自信佛成就了 那这叫圆满次第 那么你光是有一个自信身 你还不能变现 让众生应激的时候 变现成所有众生 期盼的圣者像 那还不够高级 所以我们在秘法的 这个宏教 宁马派分次第的时候 我们在生起次第 本尊法叫生起次第 自信尊成就的叫圆满次第 自信尊成就之后 在上面有一个大圆满次第 大圆满次第就是什么 你无所不适 你什么都可以实现 以众生的心愿力而求 你就是他心愿力的里面的坛成 心愿力里面的诸佛菩萨 这就叫大圆满次第 所以大家要懂得修法的次第 跟大家讲清楚 那么到底多久才能成就 告诉大家 我们修学佛法的人 是不用去按年纪修行的 大家知道六祖慧能 他一堂课都没有上 五祖让他在厨房里出名 结果人家成祖师了 如果按照你们这样的想法 那他没有机会成祖师了 那你开悟了 开悟了去上小学一年级 然后从一年上来再当祖师 大家知道法界平等 众生你们的根基不同 种性都是如来种 所以是不要去寻找着这样降低自己的佛慢 降低自己的佛尊 而去求那个往下走的东西 而是要应激 所以大家要重视 就是不要在心中设置障碍 我们同修之间 更不要给心境的求道者设障碍 没有次第 没有年纪 他当从什么因缘中入 就让他在这个因缘中成熟 所以是大家今天来参加本尊修法的 你们要自信满满 无论你们之前是什么样的 那都是过去 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所以希望大家精进修 二十一天的本尊法 也就是今天传你们的孔雀明王本尊 你们要修 坚持修二十一天 那么其他的方法 你们有时间就修 没有时间放一放 因为成就本尊十分重要 为什么成就本尊十分重要 所有的需要帮助者都是冤金债主在讨债 都是后面有那些过去式的因缘在作用着他们 所以你帮他们那些冤金债主 那些众生就在脑害你 把别人的烦恼变成了自己的烦恼 所以越帮越烦恼 这是因为什么 你只用了自己的一己之力量 你自己个人的力量在帮助别人 所以这样不但你自己不能成佛 你今生可能还退道 为什么 帮到自己的业障中了 被张住了 这是没有智慧的人 那么我们有智慧的人 要学会着借助法界的力量 法界有什么力量 有一些跳筒的 他们是借助动物灵体的力量 附在自己身上 也就是动物 他们也是可以从身内修出静细身 但是他们成就的静细身 基本上是叫仙体 什么叫仙体 就是他还不是修本尊法 也不是修大成就成就的身体 而是灵魂出体 那么他们也希望建功立业 所以他们附在人的身上 假装观世音菩萨 假装其他的圣者 所以这些是什么 凭借着不是自己人的力量 是凭着神的力量 神明的力量 那这些好不好 不好 这个叫妖言祸众 妖气满天 邪魔外道 这在道门中都斥责为 三千六百旁门 叫旁门左道 所以我们修行正法的人 不能走这个路 所以我们要借力量 从哪里借 我们不能借这些的 低灵层次的 连人的人生还得不到的 福报连人都不如的 所以我们要借什么样的力量 我们要借圣者的力量 这就是私生众的力量 这在我们佛法中 就是借助阿罗汉的力量 借助菩萨的力量 借助什么 借助佛的力量 因为阿罗汉 他不太容易被你借 为什么不太容易被你借 因为他不想度众生 阿罗汉是出了六道轮回 不度众生的叫阿罗汉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本尊 都是菩萨级以上的 因为菩萨的心愿 就是度众生 你的心愿也是度众生 所以说你去提醒他 做他的化身 然后诸婆菩萨特别的欢喜 无代价的 无条件的来和你相应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修本尊都是修菩萨 修佛这个层次的本尊 借助本尊的力量 来帮助可怜的众生 完成悉增怀诸四法 产生神通力 大神力 然后悉是熄灭一切的灾害 我们的灾害几乎都是贪嗔 吃一慢五毒引起的 这叫内魔 要熄灭自己的内魔 要用西法 然后还要帮助众生 去除违缘 洗灭一切的地水火风空的灾难 地水火风空五大 都有五大灾害 五大灾难 都有贪嗔吃一慢引起的 但是虽然是因果 菩萨的心大悲 还是要救度众生 所以这要用西灾法 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 那么西灾法 我们人是做不成的 如果借神明的力量 也很微弱 因为他们还属于六道众生 那么借诸佛菩萨的大愿力 这个西灾法 瞬间就可以实现 在极短的时间就相应 这就是西 增是什么 增福 增寿 增吉祥 增财富 这个一切的善的东西 好的东西都令之增长 这个叫喜增怀诸的增议法 增议法 然后这是我们 也是要借菩萨 诸佛的力量来增 那么就不会动用到你的力量 西的方法 借诸佛的力量 也不会动用到 你的仓库里的力量 这样的话 你不单不动用你的力量 因为你在行喜增怀诸的时候 是借助诸菩萨 诸佛做的 所以是你还有功德 那同时这种力量 回馈你的肉身 使你还受益 不但你没有减少 你还增加了 怀是怀爱 怀爱是什么 是慈悲 对于那些可怜的众生 我们行怀爱法 怀爱法 可以让这些众生什么 变得柔和 变得不叛逆 比方说很多的子女不孝顺 找我来 那我让她修孔雀冥王法 那当时只是修的事业部的 你如果今天修了本尊部的 瑜伽部的 修成功了 你自己就可以对自己的孩子 用这个法 提醒孔雀冥王画线 你变成孔雀冥王 你对孩子来行怀爱法 那这个孩子就很快的就不叛逆了 就狠听你的话了 所以说他也是调伏 所有的伟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么就是 所有的利源都可以变成善源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叫怀爱法 调伏法 那么最后一法叫诛法 诛是诛灭 诛杀 杀诛法 为什么要诛杀 大家知道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的时候 他把白骨精的肉身砸死了 但是白骨精化到一道光跑了 是不是 化成一道金光跑了 所以并没有打死他的灵 所以我们诛灭法有点相似 就是当这些众生顽固执着 必得堕落的时候 我们用慈悲的心 杀灭他的色身 使他的灵解腹 然后获得觉醒 要么去极乐世界 要么去转世轮回 重新修法 快速地还原自己是佛的本相 这是诛法 是慈爱诛杀 不是你们的认恨诛杀 用法术杀人 用咒术杀人 这个堕无间地狱 所以是真正修道的人 学佛的人 师父在传你法的时候 他有开示 就一定要慈爱才能诛杀 不能够在诚恨心中动杀念 喜争怀诛都是在 无我利益双方 就是求你的人利益他 这个害的这个人 不顺的 你也要利益他 慈悲他 让他释放怨气 在这种的前提下 才帮人 才做喜争怀诛 否则的话 你就犯了道业 犯了佛界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在什么条件下 兴喜争怀诛 而不是拿着人家的红包 直接我就帮他做喜争怀诛 不是 是利益双方 是他们愿嫁 一解不一解 不要再解愿 把这个结给打开 所以在这个本尊法中 你化现成本尊 不是坐在那没事干 受天神供养的 是干什么 是行喜增怀诛死法 所以这个叫 我们的先天意 跟后天意要合 我化现成本尊了 我已经是孔雀明王了 待会儿 那我在做什么 我用孔雀明王尊的大威德利 来行喜法 我自己的不顺 让他熄灭 我自己的灾难 让他熄灭 所有的水难 火难 空难 这些地水火风空 五大难 在整个法界都让他熄灭 不只在地球上 在太阳系 银河系 141年宇宙 三千个大千世界 都让他熄灭 所有的地水火风 空的五大难 那这是什么 这是大慈大悲 这是行喜法 因为孔雀明王 待会儿你成就了 是近虚空变法界的 到处都是的 不是只在地球上有 所以 曾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怀诛 我们行喜增怀诛 那么行喜增怀诛的时候 你脑子中会呈现很多影像 这有今世的 我同事家的孩子 前两天生病了 那你慈悲一念 我用怀爱法 怀爱法不行 我用猪杀法来帮他 使他们真正的能够利益他们 所以你脑子里有一个飞机空难了 我利益这些死难的众生 所以你要重视心意合规 就是心上出来的一念 就要慈悲地用喜增怀诛四个字 来利益他 而不是坐在那儿 没事干 闭着眼睛 所以大家真正修好了喜增怀诛四法以后 你们修二十一天里面 实际上你们就在行二十一天的法会 在法界中在利益众生 为什么只修二十一天 因为二十一天之后你会上瘾 你哪天不做你都难受 但是二十一天你已经上瘾了 你以后就会每天做一次法会 再行一个喜增怀诛 然后很短的 因为你修本尊 念本尊是需要一个时间 等你成了本尊的时候 你瞬间一转念就是了 那你在行喜增怀诛 可能大概三十分钟就完事了 而不用整个的仪轨坐下来这么长 甚至所有的有违法都不用 一念转进去啪自己就试 然后就直接请喜增怀诛了 那当然你们练好了 我再传你们一点 世间相应的一些树类的东西 你们给人家喝一杯水 他病没了 他躁愈症有抑郁症 然后用师父的方法行 我化现成孔雀冥王 再用他世间教的一点方法 往水里一放 他喝了马上就没有躁愈症了 没有精神病了 没有想自杀的念头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利益了 这就应验了 所以这样你才能真正 利用很短的时间 行功德与人间 那么否则的话 你什么时间才能去见功德 你做的都是福报 因为功德要从自性中出 在自性中所做的才是功德 所以你没有真正的明心见性 你是不能做功德的 但是如果把本尊法修成 你就很快的就可以做功德了 因为你在利益所有的有缘众生 所以大家要知道 功德不圆满是不能成佛道的 如果大家不好好修本尊 你这一世什么时间才可能做功德呢 遥遥无期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本尊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向大家推荐 孔雀明王本尊法 孔雀明王这个佛母 他是佛母 佛母是干什么的 佛母是生成诸佛的母亲 我们叫转提佛母 孔雀明王佛母尊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诸佛菩萨都从中诞生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诸佛菩萨 都用这个法 所以大家要重视 那么它的源起是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所说的 大孔雀明王佛母经 那么在座的很多人都参与过我们的孔雀明王法会 那么你们参与法会的时候 之前没有学本尊法 你们是在事业部中行孔雀明王法 这是事业部的 拜拜啊 唱诵啊 念诵啊 如果你们今天接了法之后 你就可以在刑部中行 就是将来参加孔雀明王法会 你就是有护轮在转 这就是刑部的了 如果你本尊法修成了 那就是你既是孔雀明王 孔雀明王既是你 那这个参加法会的功德力 那就简直不可思议了 这是本尊生成的 那么这个就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孔雀明王经中记载的 在我们的七佛的第一佛开始 就开始传授孔雀明王经法 那么这个一致到第八佛 也就是我们的未来 弥勒尊佛到苏婆世界来 苏婆世界变净土 弥勒菩萨来之后 还要传孔雀明王经法 我们现在接受的孔雀明王经法 是释迦牟尼传授的 我们的本是释迦牟尼传授的 那么这样算下来 我们查证了一下 大概我们的第一佛 离我们今天的时间 是一千二百亿年 我们这个地球所在的宇宙 诞生是一百四十亿年的时间 也就是早在我们这个宇宙 诞生之前 这部法就在法界中流传着 这个时间很久远 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时间 那么实际上是诸佛菩萨 还有六道 天界 阿修罗道 地狱道 畜生道 恶鬼道 人鬼道 精灵鬼道 这些精灵界 仙界 共同立就的一个契约 就好像你们跟人家签了个合约书一样 但在这个契约中 所有的六道众生的祖先 和诸佛菩萨的圣者 共同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中间包括了天道 阿修罗道 畜生道 恶鬼道 人道 这些所有的法界众生 共同签署了一份合约 这份合约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就是逢是持念孔雀明王经 或者持念孔雀明王心咒者 所有的人不得再向他讨债 如果向他讨债 扰害这个人 恼乱他的心智 投作七分裂 这就是合约的核心内容 什么概念 就是大家彼此都是什么 冤情债主 就像你们之间 张三见了李四不顺眼 不愿意跟他坐一块 王五见了赵六也不顺眼 也不愿意跟他坐一块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一见面就有仇恨 哪来的仇恨 冤亲债主 你们是过去世的冤亲债主 为什么大家总觉得道场不安静 外面还十数人跟十数人交往 还没那么累 在道场里真累 是非多 然后怨恨多 仇敌多 什么原因 在外面大家都是装的 在道场里 大家一下子把心智打开了 把灵释放出来了 这个时候彼此的灵跟灵认识了 说你个小样 我找你八辈子真心终于找到了 我那辈子没打扰你 我这辈子一定打你一下 因为你灵释放了 灵跟灵认识了 所以那些过去的事都出来了 所以你们不要说是埋怨道场不好 这个道场不好 那个不好 这才叫真道场 为什么 都在透明 赤裸裸的 没有遮盖了 那么在百货公司 在其他的十数的社交场合 大家都是装 笑咪咪 笑咪咪 再不顺眼也要笑咪咪 给你碰个杯 为了赚你的钱 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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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装的 哪有什么赤裸裸的 哪有真心真意的 道场里没有共同利益 没有彼此的需要 所以大家都赤裸裸的展现出来了 你的灵跟灵就在大家了 因为生生世世 这些人你们能够坐在一个教室里 那肯定有了不得的缘 对不对 千年修来做夫妻 百年修来同传度 你们这是一坐 就是有的在这一起共修了好几年了 你说你们之间的缘多深啊 什么缘呢 讨债的缘 还债的缘 报仇的缘 报仇的缘 报恩的缘 就是这么四大缘在一块 所以大家清楚得很 但是那么一旦送起孔雀明王咒以后 送完了咒 大家的心里都不恨了 你看我们每次坐完孔雀明王法会 大家欢喜 发现欢喜 你们看谁都顺眼了 看谁的真的笑眯眯了 什么原因 不能讨债啊 谁在讨债投作七分裂 你头痛 有的人做完孔雀明王法会头疼 那你就是想跟人家讨债 你不听话 你不按契约做事 所以说那你就赶紧忏悔 好好地要遵守发誓 遵守这个契约 这个厉害啊 我们用孔雀明王咒行走九大楼脉 做了不少在法界上委托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吗 实际上不是谁能耐 你真的化现孔雀明王尊的时候 你在法界可以吃令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是本尊力 是诸佛菩萨的力量 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个灯泡 使光放射出来 仅此而已 我们只是一个器皿 我们没什么 我们这叫无我 人无我 法无我 不要沾沾自喜 不要到处吹牛 都是我们有能耐 都是我们使战争没爆发了 不可以这样 我们做不到 诸佛菩萨可以做得到 契约币可以做得到 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大家传 孔雀明王尊的本尊法 是希望你们每一个人真正修出来 如果你们好好修 二十一天之内你们肯定成 为什么我们这个机构 跟孔雀明王的缘分特别特别的深 这个法呢 它是唐朝时期 由悟空大师传出来的 当时它是把它 孔雀明王经定位 这个当时法界 它在佛法界的六大经之一 它用六部经来安天下 使大唐盛世八百年 这个变成了我们这个 叫万国来朝 当时在唐朝是我们华人最昌盛的时期 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去大唐去朝圣 去朝拜大唐皇帝 包括欧美国家都去 所以那个时数是什么 就是因为悟空大师使用了两本经 一本是孔雀明王经 一本是护国仁王经 来普及这两本经 让大家读诵 所有的法界安宁 法界安宁 人界就安宁 人所求都得到满足 所以就富贵 就丰足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大唐盛世就出现了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动乱 整个都是乌烟瘴气 什么原因 就法界不宁 所以大家好好修本尊 你要想最后的自信尊成就 自己的肉身 抱身成就 一定要功德圆满是成佛 记住 否则的话 你是痴心妄想 只是有一个成佛的愿望 你不能成佛 所以给大家推荐 孔雀明王尊 这个佛母尊 做我们的本尊 修这个本尊法 意义很大 那么我感触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经过了百年的沉沦 我们更进入了末法时期 这个时候正法不行 实修实证的佛法不行 我们整个的法界 现在被邪魔外道掌控 所以大家不要到处乱求 以鬼治鬼 以邪治邪 现在法界也是这样的一个乱象 所以希望在你们身上 你们好好修成孔雀明王本尊法 你到哪儿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法师 你吃令一杯水 给人家一喝 吃令那些恶鬼离开 你瞬间他就要尊炼 因为你是孔雀明王 佛母尊 你不是张卜生 这就是本尊成就以后 化现本尊 用本尊来指令 你是他的化身 那就能做成这些真实的法师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发心 让大家修学孔雀明王尊的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目的 那么要想修成本尊 要身口意三密相应 所以身就是有一个手印 那么待会儿交给你们 那么口密就是要念本尊的心咒 义密是什么 义密就是自己要试本尊 化现本尊 化现成功了以后 自己没有自己了 不要害怕 你的肉身还是你 本尊修完法以后 他走了以后 你还是一大凡夫 不用担心的 然后那么你成为本尊 那么真成本尊之后 化现了以后 你的念头开始要 做西增怀诸思法 不是坐在那没有事 待会儿我会引导大家 完成西增怀诸思法 你们会有体验 那么修法一定要求感应 如果你修了半天 什么感觉都没有 什么观力都没有 什么都不视线 身上也没反应 心上也没反应 我不要求大家看到外面 但是至少你身上有 电流的感觉 气流的感觉 热胀的感觉 那这些觉受力 它是一定在的 否则的话 你怎么叫相应的呢 对不对 坐在那还是什么反应没有 那就不相应 不相应就要找自己的原因 大部分就是没有空退 我们所有修本尊法 你无论修哪个本尊的前面 开始修本尊 一定要练空性 进入空性再修本尊 所以是大家一定要 从止观里面进去本尊 就是无人无我之后 再起一念进去本尊 如果你还在 我是我 我还在想明天股票能不能升 明天到哪去吃好吃的 那你这个还是你自己 你不可能有本尊实现的 所以大部分是 不能够产生反应的 都是你的空性 没有成就 我们所有的正法修 都要在空性的基础上 往下修 待会我会带着 引导你们进入 这种空性力 孔雀明王的坐骑 记住孔雀明王不是孔雀 很多人是孔雀明王 佛母是孔雀 大佛母明王尊 他这个坐骑是孔雀 为什么这个是孔雀 孔雀呢 它有个特点 其他的东西 吃了毒就死了 孔雀它是不吃毒 它就不行 不吃毒 它的羽毛就没有颜色了 就不亮了 它吃的毒越毒 它的羽毛越鲜艳 它的力量越强大 所以这个孔雀 作为孔雀佛母的坐骑 它的寓意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一般的人 都很怕中毒 但是呢 修了孔雀佛母尊的 本尊法的人 你还要去找毒吃 你不能怕毒 为什么 你吃那个毒越毒 你的羽毛越亮 你的力量越大 你度化力越大 所以是这个什么 这就是我们修孔雀佛母尊 跟今天的这个事件特别相应 为什么 今天是贪嗔痴 宜漫 五毒 已经到处都是毒了 已经毒的不得了了 所以大家修这个的时候 就不怕物着恶事了 因为你越物着越好 它是这个意思 你的功德力越大 所以是大家就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 那么这个佛母尊 他献得下 大家要看到他的背光 是一个孔雀羽毛 放着光展现出的 变成他的头光 心光 身光 整个的神光 这就是用孔雀羽毛 放射型的来展现他的无量光 因为他是一个相当于佛 这个层次的一位尊贵的师尊 他还不是菩萨这个水平的 因为他是佛母尊 然后上面献圆满像 丰满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求恶鬼像 你们改变自己的观念 一定要吃饱睡好 然后都变成大唐圣事的美女像 杨贵妃 这个叫肥而不腻 这是一个叫心管体胖 不叫胖叫胖 那个字笃胖 这个什么叫肥 肥就是一走浑身 一肚肉乱颤的 那叫肥而腻 这个是不正常的 然后气充满了以后 展现成丰满像 这是诸佛菩萨必须实现的 你没看到菩萨有受干受干的菩萨的 阿罗汉有 阿罗汉里面你们看五百阿罗汉里面 很多有受干受干像的 但是所有的菩萨还有所有的诸佛 现在全是圆满像 叫三十二像号 大家要给了你们一个卡要随身带着 因为这个在观修的时候 待会儿我们有个试剧尊 也就是你要做观修 观修你一定要把这个 观到你的大脑中成为一种印记 这个叫试剧尊 试剧尊 给你们两个东西 一个是皱伦 一个是皱伦 这个待会儿行步法的时候要用的 那么这个皱伦你可以贴在手机背面 随身带它就不至于丢 因为这是一个济石贴 可以贴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你就随身在钱包里 走到哪里随身带 要修法的时候拿出来用 这个就是给大家待会儿修 试剧尊用的 那这个孔雀佛母有四臂 四臂上面有四种法物 大家要记下来 这个一手拿孔雀羽毛 这个是持的孔雀羽毛 这个孔雀羽毛代表什么呢 这个代表着息灾法 息灾法 也就是说这个孔雀羽毛 沾着干露水 往这个虚空法界一撒以后 这个所有的什么 就是灾难就平息 代表着息灾法 还有一只手拿莲花 手拿莲花呢 就是莲花代表着慈悲 大悲 所以是代表着怀爱 那么还有一只手呢 拿着这个叫吉祥果 吉祥果就是增益 增益 那么增益所有的好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就是菊原果 菊原果 菊原果是什么 菊原果是诸法 诸法是降服 那么为什么菊原果代表着降服 代表着诸杀 它是红色的 首先是杀了一定要见血的 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慈悲的善因 善念下成就 使它脱离恶道 成就善果 这么一个意思 不是说把它的神也毁灭了 把它的神史超度了 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有一世 它是一个修行人 那么它在坐一艘船的时候 有一个强盗 要把五百商人杀死 但是它是有武功的人 所以它是可以把这个强盗杀死 救着五百商人的 但是它是个出家人 它已经受了不杀戒 那么它要杀了这个强盗 它就犯了戒 但是它后来观察因果 如果这个人杀了这五百商人 这五百商人未来成就五百阿罗汉 等着出了阿罗汉的血 佛身血 要堕无间地狱 同时这五百商人受难以后 它呈阿罗汉的时间也要延后 那么它就想 我还是把这个恶人杀掉 我堕地狱 然后破戒 堕地狱 然后这个恶人呢 因为没有杀五百个商人 所以它就不用堕无间地狱了 那么同时五百阿罗汉的这些商人 它成就阿罗汉的时间也不会变更了 所以这个前提下 它用慈悲的心愿力杀掉了这个强盗 救了五百商人 那这是什么 这叫开遮 我们的五戒里面都有开遮 就是允许杀 允许杀 那么最后它杀了又没堕地狱 它没有堕地狱 反倒变成了无良的功德 因为它在慈悲心中行了诛杀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所以大家不要死局限于自己受的什么借 而是方便的前提下 利益这个作恶的众生 让它在具足善的因缘的前提下 释放恶念 如果不能释放恶念 不能放下 它非得要继续破坏 就诛灭它的色身 诛灭它的形身 然后使它的灵 因为新的因缘而得解脱 这个时候你是在大悲心中 菩提心中行的诛灭法 是不受因果的 所以不是你做了坏事 反倒做了功德 但是你不能在我这个念头下做 你要在本尊身视线 你是化现本尊的身上做 什么概念 我们用本尊的所有的功德力 心愿力去行喜增怀珠的时候 如果有因果 谁去承担 谁去承担 不是你去承担 是本尊承担 本尊承担 为什么 张不生都不在了 不是张不生做的 是孔雀明王做的 那当然就不是你去承担因果业力 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试本尊 你是本尊的化身 所以是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 那么怎么修这个本尊 所以说本尊这一块 实际上在修达到 我们的升起次第 按照次第修炼 我们中科法大师有一个 菩提道次第广论 密宗道次第广论 如果安理次第的话 这是属于第三层次的佛法 第一层次的我们叫前行 第二个层次叫加行 第三个层次才修升起次第 如果按次第来讲 但是大家今天聚组了圆 来接这个本尊法 那就一定能接到 一定能相应 那么相应了之后以后 你们有一些 没有修大圆满法的人 一定要补修 补修 就是一定要安排 把这个前行加行 尽快安排课程给大家 然后来接前行加行的法 然后完成前行加行 也就是这样在本尊修法的过程中 成就的就坚固 如果没有出离心 没有菩提心 你成就了本尊身 有的时候人会入魔道 因为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修本尊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利益众生 所以即便六祖慧能大师 他误了空性 菩提本非处明经亦非台 那么误了这个 本来误一误何处热尘 他还要从而生其心 而生出圣观力 圣观心 圣心这个地方去再修炼十五年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是说你一误便修 真正的误了 成了本尊 你前面的基础 一定要把它补上来 一定在自己的肉身 这个智慧上 同步上去 出离心 就是知道 我这一辈子一定不再做凡夫 一定不再做六道轮回 这个出离心要真实的 从自己的心中油盐升起 而不能只是做了一个口头念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看到我们的累世父母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子女 世事的这些亲人 我出了六道轮回 他们还在这个火宅中 他们还在这受难 他还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所以我未度如母众生 我愿成佛 那这个时候 你从出离就变成了 发起大菩提心 大慈悲心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你就不是成的阿罗汉国 单纯一个出离心 你能够修成 你修成一个阿罗汉国 那么只有发大菩提心 大悲心 大悲周辩心 你才行菩萨道 你才成佛国 所以这个 这个前行加行的目的是为了 一个是为了消业障 二一个就是生气 出离心和菩提心 所以修完本尊以后的大众 一定要扎扎实实的 补回自己的前行和加行 我们没有要求前行和加行 你做多少遍 比方说大礼拜 到底要做多少遍 百字明要送多少遍 不需要这样的执着 但是你要去做 你要去做 有机会就要去做 为什么不要求大家修那么多遍 关了你们的众生因缘机 你们过去世已经拜了很多了 已经念了很多了 如果你好好修本尊 它是可以叠加的 就是昨天念的算不算数 算啊 昨天拜的算不算数 算啊 那叠加到今天就增加了数 不是 前世做的算不算数啊 算啊 你赶紧说算就算了 不然就不算了 为什么这个遍法就是这么舒适 你不要死爸爸 我这没拜多少 我没念多少 我不能修下面的 不是 你把过去式的就一接回来 就都算数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算巧方便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行步法今天是把护轮给你灌进去 待会这个孔雀明王的护轮呢 中间是种子字 鱼 鱼加着鱼的种子字 外面是这个 这个孔雀明王的护轮心咒 然后那么这个会护住你的心轮 完成行步佛法的这个加持 然后第三步呢 我们就是修什么呢 修本尊 修本尊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用月轮观 什么叫月轮观 就是你一定要修自己的这个宝月轮 这个宝月轮在我们修法中 这个悟空大师在这个金刚顶宗发菩提心论中 特别强调 他强调菩提心的三重菩提心 一重菩提心是这个行愿菩提心 就是我要度终生 我要度最苦终生 那这就是愿力菩提心 第二是圣意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 菩提心是空性的 没有一个心叫菩提心 所以真正的菩提心在第二个层次上 你必须入空性 入空性叫空性正见 但是我们为什么入不了空性 真正入空性是什么境界 这里跟大家透露 真正入空性不是想空 不是念空 是身空 也就是你必须修到自己的身 变成透明的镜色身 变成透明镜色身的时候 你就真正升空了 你就真正的完成了圣意菩提心 这个时候谁不让你修炼 你都跟谁急 有人拿一个亿美金跟你说 你不要修炼了 我给你一个亿 只要你不修炼 我给你一个亿 你未完成深空的人 贪念一定起 哎呀 有一个亿 我这辈子好好享福 反正我是佛 我下辈子再修嘛 就不修了 千七约不修了 拿走一个亿 结果变成一堆白骨了 变成一个鬼了 贪鬼嘛 你贪人家一个亿不修炼 变成一个贪鬼去堕落了 真正升空的人 已经证了圣意菩提心空性的人 你什么给他 你让他做皇帝 你让他做什么最高的级别的长官 他都不要做 不让他修炼他不干 你让他去做总统他不干 为什么 没有时间修炼啊 忙死了 一天连八个小时都睡不够 有什么好当的 有什么还去争的 还去写 还是什么争来炒去的 没有智慧 真正圣意菩提心 树立起来的人 给你做亿万富豪不干 给你做总统总理不干 我没有这个时间 我要完成自己的 此生的成佛 这是智慧人选择 所以这个要升空了 才能真的达到圣意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 这个时候才叫月轮圆明 所以是第三层次的十项菩提心中 这个博空大师提到了 这个是什么呢 叫月轮济世 月轮济世 月轮济世是什么 就是你的宝月轮圆成 你已经 这个在中国古代叫大丹圆成 就是你的整个的灵圆满了 灵光收拾回来圆满了 然后展现出什么 一点瑕疵都没有的月轮 自己消失 只有月轮 只有一轮灵光毒药天地之间 那这叫什么 这叫圣意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 这就真正完成了空性 这个完成了空性之后 在里面干什么 前面是阴屋所住了 后面是什么 儿生什么 起心了 儿生起心开始建功立业 开始做佛了 就是圆满了自己的月轮的人 叫八地菩萨 他不只是灯地 是八地菩萨 就是月轮 你们看到了没有 念出来了没有 很难念吗 就是真难见到 不难见到 你心清静以后 你的量级到位了 就一得永得了 但是这只是什么 只是被你毛爪耗子碰上了 碰上了 那算不算数 不算数 为什么 要睁眼闭眼都见 那才叫八地不动地菩萨 那就真得了十相菩提心了 所以大家真修实修 要讲真功夫的 有了这个十相宝月轮 再来修月轮里面 献种子字 献心轮 月轮里面献莲花 献本尊相 这叫世俱尊 前期大家献不出来怎么办 交给你们的就是用 一个是佛像 一个是佛牌 去观 我们这次 为什么从台湾定制的 这种小佛像 这个就是欢喜大家随身带着走的 因为你们中间很多人出差 出国 所以这个很方便携带 这个在密法里面 无论藏密还是东密 实际上不是让大家供一个大佛 它真正的密 是密于戒子之中不为小 所以它都供小佛 特别东密 你去他们日本的东密去看 都是这么大的佛 拇指大的佛 叫嘎吴合 打开那个合 一个佛在里面 它方便为了是修什么 修本尊法 你们才知道 不是在寺庙里供一个高高大大的一个佛 这就是庄严 不是那是显宗 显宗是从庄严上看 密宗是实用上看 实用上看 实用上用 所以大家有条件呢 就随身提请这么一个孔雀明王尊的像 这种立体像比平面的好修 为什么 因为你待会要用月轮去采这个像 因为你自己的月轮 还没有真正的原名的时候 你只能用这个月轮去拍照 picture它 然后把它存印记在大脑来用 真正你炼成月轮了 你睁眼闭眼 这个也不用了 为什么 你月轮里面 它自相中 它可以升起 只要你见过一眼 你自相中可以升起 如果是你的自相 升起力不行 所以你还需要观修 观修就是把这个对着自己来观 观 一个是拿肉眼去看 看什么 看孔雀羽毛 看菊原果 看莲花 看吉祥果 看下面的莲座 看佛 这个孔雀明王佛母 然后看佛观 五方佛观 看后面的背光 背光 看这个大孔雀 两个脚很有力 两个翅膀 关子 嘴 然后连这个孔雀 下面还有一个大莲花 这样就是用肉眼看 看了什么 长记忆 长记忆 这样立体地看 然后看了以后 闭眼睛 然后左眼右眼 放光 啪 一拍照 一翻转 一存 把这个立体的孔雀佛母 存入大脑 然后把它变成明点 送入心间 然后存在心间 变成拇指大小的智慧 这个叫世俱尊 就是世俱尊是什么 我发誓要成为这个佛母 这就叫世俱 发誓 成为这个本尊 然后再应请智慧尊 应请智慧尊是下面一步 怎么应请 所以这个你到底要上去请谁 你的那个音声 你现在没修到那个海潮音 海螺音的时候 你不能传达音声到静色界 这个我们叫色究景天 所以你只能送这个光影上去 所以这个也是要你在月轮中观 把这个孔雀明王佛母尊的印记 存入大脑以后 变成一点光 从百慧打开 光影飞到了 刚才说通过这个通道 光路上去的色究景天 到了色究景天 这个光影上去以后 啪 炸开 里面会映现出 你在下界要请的 佛母尊的影像 这个时候 在静色界 它也是有这个护法 然后去传递 所以就应请孔雀佛母 分灵到你的那个光点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感觉在顶上 有一个大佛母 整个金光闪闪 然后照耀六道 照耀整个虚空法界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智慧尊 开始和你顶上的明点相应 一旦相应以后 看见光顺着你的中脉下来 通过你胸腔 胸膜下面的那个明点 你放光 你身周围都亮了 和你一起修法的都亮了 然后所有比你不如你的六道众生 前后的众生 两个肩顶莲花上的祖先 头顶莲花上的祖先 过去试着你 都在放光 照耀整个法界 所以这个时候 最后智慧尊画成一个明点 印到你的明点里面 这就是分化身 然后顺着中央轮脉 这个中央管道 下来和你的胸膜下面的四聚尊 进去它的那个心中心 黄庭点 跟它相应 一旦相应以后 拇指大小的四聚尊 它是向你 跟你一个方向的 然后开始放大 你的身体逐渐变成了一个 大孔雀明王佛母尊 然后下面坐着大孔雀 那这个就开始进入了 本尊修法 完整地进去了以后 自己没有自己了 不要筋骨 筋骨 这个在里面接受 天龙八部的来护持 天龙八部拥护于我 所有的六道众生拥护于我 那么前面有很多的元秦教主 后面是自己的亲眷 然后两个肩颈 是自己的历代祖先 头顶是过去七世父母 和历代祖先 他我们在法界中 来一起什么 一起做四规一 然后修炼 修炼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 行 喜 增怀诸此法 利益所有的众生 利益完了以后 我们再做解形 做回向 那么这个整个的仪轨修法就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既然增长 ą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